曾经日本分会在正在后也聚集了许多都想要付出的善心 像是留学生、打工签证 还有定居在此的华人都来到会所 希望尽一己之力 也有志工在赶到会所的途中 不忍心看到路上因为交通关系 很多人等不到公车 主动的找往新宿 日本分会所在位置的方向的人一起上车共乘 原本是想发挥环保共产的精神 却意外地收到乘客塞给他的车资 决定都要把他们全部捐出来做好事 地震后的上班天 东京交通大考验 电车班次大乱 路面上等公车队伍大排长龙 王美玲为了早点赶到新宿的慈祭会所 开车出门 看到这么多人等不到车 那我看到那批的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就想说因为我自己体验过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你等不到巴士的时候 走路又走不到的时候 我就其实人是这么多 我想这一排人我是载不了吗 我就想就随便问了 只是提供一个空间 我想我一个人开部车很浪费吗 明明就在赶时间 却还是愿意载路人一程 没想到客气的乘客纷纷塞车资给他 推辞不了 王美玲决定替几位有缘人 把这两千多日币全部捐出来 善恋的循环在灾后比比皆是 慈祭会所在赈灾后成了爱心凝聚站 好多旅日的海外游子纷纷来到会所 有人帮忙把寻人的请托 发布到传言版网站上 让家属寻人多一点方向 有人帮忙做电子与小卡 要发挥好话的力量 他们有的是留学生 有的是拿打工签证到日本 也有人在此定居赈灾后主动找到慈祭 打电话到大使馆去 然后请大使馆跟我讲说慈祭功德会的电话 这次的灾难我很难过 因为有朋友的爸爸妈妈都过世 把天灾带来的悲伤化作付出的力量 只期盼为受灾的人出一己之力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张宇辰谢玉杰 日本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